今天上课先回到上礼拜的画面 上礼拜是上053 然后你切到这个FB 不要讲话了 我们上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还有第三个部分 这好像有弄错 有弄错的话我们再切回来 应该是下一个单元 应该是按这一边才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上的内容是这个 现在呢 等一下 你们就是把这一块定义区块 然后给它复制 复制完之后呢 回到你的部落格文章 可是这一次不要用文章 要用网页 看你原来的网页在哪里 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呢 然后把它 注意看一下 这有没有HEAD 我们这一次呢 东西要放在HEAD这边 把它贴上 刚刚的内容贴上 增加一个style 像这个HEAD就重复了 这个就要给它拿掉 这个也要拿掉 譬如说这样 然后呢 我们就来干嘛 更新 先不要更新好了 我们先那个 先跳出去一下 先 我想想看 我先不要call好了 就是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这个 好 我先把它拿掉 Ctrl X拿掉 我们现在更新 更新完之后呢 我们跳出来看这个结果 按这个 原来是有没有 原来这个档案有没有 注意我们现在在这边 还有重点在这边 刘润昌的教学影片 那我们现在呢 回过头来 把它贴上去 就是在这边有没有 HEAD这边贴上去 贴上去 这等于是干嘛 定义一个style 而且呢 这个style啊 同学要增加的地方在这边 这边可以call 要增加的地方啊 增加在 在那个 你任何地方都可以放啊 就在这边 增加在这边 增加这个style 说这个style用这个 你等一下就把它记下来啊 这class等于 反正你在DIV 前面增加一下 任何地方都可以啊 然后呢 我们来更新 更新之后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重新读取 重新读取啊 有什么变化 就增加这个变化 这个style 这个style 有没有看到 白字 绿底 反正等一下就同学就把它call过来 用用看 那那个 我再用一次 譬如说啊 譬如说 这个 那个什么 郭世聪 这郭世聪 看一下郭世聪 我们要跟他讲说 我们先讲一下 这DIV是什么意思 DIV 然后那个一样啊 前面这边那个style 就这一个 那个 老师的教学影片 然后这边有一个 有没有 现在我把它移到前面一点 前面就开始使用 譬如说一样啦 Ctrl C 然后呢 我跟他讲说 我用郭世聪的名字呢 我要在这个地方呢 我要使用 这个style 就是DIV结束 反正就这边啦 反正DIV DIV开始DIV结束 然后加上一个class 属于什么东西 然后把它更新 更新完之后 你看一下这个什么 郭世聪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我们重新读取 看这个郭世聪有什么变化 就一样的郭世聪 就使用这一个 那个style 这个呢 只是说让大家 定义一下 这个呢 是怎样 定义自己的格式 有没有 这边 就定义 定义在这边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要再讲一个 不要讲话了 这个 同学 同学今天呢 要练习按F12 哎 方的省12 或者呢 你按这个 看一下 看一下画面 更多工具 今天开始呢 我们要接触更多开发人员工具 好 按一下开发人员工具 它就会出现这个 有没有 原始码 如果你有 以后有兴趣学这个的话 你看人家的网页做得很炫 功能很多 怎么办 就是按F12 它有些有保护 有些没保护 没保护的呢 你就可以去慢慢的那个 学习 然后呢 来 我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 还有就是这个用在哪边 真错 譬如说我这边上一次不是跟你讲吗 假设你打拼 不小心拼字拼错 有没有 哎 把一拿掉 然后我们更新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读 然后执行 执行的时候 你这一次干嘛 画线 因为你程式写错 它图就画不出来 好 图画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按F12去真错 这个叫真错 真错呢 然后按一下 Council 命令 它这边有跟你讲 错 你哪边错 两个地方错 有些地方错 无所谓 这样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讲这个地方错 其实像这个地方错无所谓 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Council 另外一个地方是这个 3426 没错 有没有 他跟你讲这个错 为什么错 他说不认识 有没有 他跟你讲说 那个英文 他英文叫做什么东西 unreference 意思就是说 我看不懂 这边有 有没有看 看一下英文 好 他有提示你说 英文叫做什么 uncode reference error 意思就是说干嘛 这个是找不到你的那个利用来源 所以我们就知道 就知道原来是拼字拼错 这时候你就可以回到这边 跟他据他的解释 才发现我拼字拼错了 然后回来 然后再执行一次 好 他这一次就没有跟你提示说错了 然后那我们就可以干嘛 来画图 这一次图就顺利画出来 所以呢 这一个格式叫做 那个 可是这个画面 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 嘿 英文画面 那我们来练习一下 我们使用那个IE 如果你使用IE的话 好 IE的话 他的针错画面 是那个中文 等一下 我把它找出来 这个用IE在哪里 好 来直接写了 IE 用Internet Explorer 像那个IE的话 我们一样 把我们刚刚那个网页 也再读取一次 网页再读取一次 然后呢 一样是按下F12 或者 或者 按这个 选项 选项的哪一个 那个 网记网路选项 或者直接按这个 叫做开发人员工具 反正写程式就是开发人员啦 开发人员工具 这个呢 它也会出来 所以就 刚那个叫主控台啊 等等等等 反正我们今天就练 顺便就是 让你知道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东西 开发人员工具 反正就是按F12啦 所以今天这是上课的那个 第二个进度 那我们今天上课呢 还要再讲第三个进度 第三个进度呢 我们今天要做这个表单 做这个表单 所以等一下呢 同学啊 方法很简单 等一下同学要做的 今天是我们两节课 我一次就把两节课 要上课的内容 一次讲完 打开Excel 打开Excel 然后呢 按一下档案 档案 然后按这个选项 选项 然后呢 制定功能区 把开发人员打勾 你们看到上面 上面是什么东西 档案常用插入 版面配置公式资料 没有开发人员 现在就有开发人员了 就有开发人员 所以等一下同学呢 就把这个开发人员打开来 这是第二节啦 因为我要一次就把它录完 然后呢 你把视窗 缩小 然后模仿一下 老师交代的要做的东西 先做出这几个东西 所以做的方法 开发人员打开来之后呢 按什么 按这个VB 我们这学期要学两种语言 一个是JavaScript 一个就是VB 然后按一下 就打开来了 然后呢 一样我把视窗有没有弄小一点 等一下我把它拉下来 我把视窗弄小一点 第一步插入自定表单 大概一点 好 自定表单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要放入这些 放入这些那个工具 放入这些工具 然后呢 第一个 自定表单 然后那个第一个 留任昌名字 你要写上自己的名字 怎么写 不要讲话啦 表单属性 Caption 这边叫表单属性 表单属性 写上自己的名字 好 比如说写流任昌 不管了 然后接下来开始就是增加物件 有没有看到这些都是物件 好 那我们只增加一个就好了 增加增加一个 这个呢 C上VV更好写 那物件名称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打 譬如说同一边 好 然后呢 姿态小 姿态小要改 在这边改 这个叫做什么东西 叫属性视窗 我习惯就改成实例 然后标准 确定 好 就这么大 然后呢 给它缩小一点 好 接下来呢 你可以干嘛 快一点 快一点的方法 我再给它大一点好了 好 大一点的话 一样 这边是自行改 改成20好了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这边 然后呢 看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干嘛 来实施 执行看看 这时候呢 干嘛 你在Excel 就会出现一个表单 好 那结束了 回来继续做 好 然后呢 你可以复制 好 好 第二个呢 是公司 第三个是联络人 好 第四个呢 是职位 好 要注意顺序啊 这是四 这是第几个 第三个 有没有 它这边有三 好 然后呢 这是第二个 好 这边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呢 然后呢 滑鼠 轻轻一按 然后再来改什么 公司 好 第三个是联络人 好 就是 联 洛 人 好 那第四个呢 叫做什么 职位 你要改也可以在这边改 好 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 caption 就是联 洛 人 职 位 好 联络人 职位 然后我们加四个东西了 加完四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加的哈 是那个这个 好 标签 不是标签了 这个 好 叫文字方块 好 这是第一个文字方块 好 一样 我们叫它干嘛 字 好 大一点 就按一下这个性质分类 反正这个叫做性质 一样 我们选了 20 好 20 好 确定 好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好 Ctrl C 然后Ctrl V 好 这是第二个 好 然后呢 第三个 好 顺序要跟我一样 第四个呢 用这一个 叫做什么东西 下拉式方块 按下来 好 跟他一样讲 好 字形要大一点 好 我把它拉 往上拉 好 这个 大 大一点 20 好 20 好 好 做到这边呢 我们再做一个就好 做什么东西 这个 好 叫命令按钮 好 命令按钮 好 然后呢 字形也要大一点 那个 20 好 然后命令按钮的名称呢 一样 叫新增记录 好 新增记录 好 做到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来执行看看了 好 好 这一次的话 就会出现这个 我把它大一点 好 先结束 我把它大一点好了 大一点 然后呢 直接按执行 就会出现了这一个了 新增记录 好 然后呢 这边没东西 为什么没东西 因为城市还没写完 然后呢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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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执行 有没有 我这边 已经有 干嘛 城市了 我 我都是这样 东西写好了 东西写好了 让你们直接用 这些命令呢 我们先用了 然后再去了解它 所以回到 Excel 好 回到Excel 在这个新增记录按两下 好 这时候呢 我们要编写城市 直接贴上来 直接贴上来 然后呢 我们再去执行 好 再去执行 这时候干嘛 就有东西了 董事长 总经理 副总经理 是那个 当你现在按新增记录 他会错了 因为干嘛 因为我们城市还没写完 所以我们就一段一段 像刚刚有没有 这个叫做什么东西 下拉式方块 顺便讲一下 这边是VB VB加注解是用单引号 这个是呢 位下拉 位下拉式方块 下拉 方块 增加项目 这个增加项目呢 是用VB 就是这样子做的 好了 我们把那个东西录完了 那我会再回来再回来讲 回去做最前面的部分 我们今天上三个部分 在我这边写的 最后再做一下 那个回顾 今天呢 第一个部分 是增加这个程式码 第二个部分呢 是要知道怎样利用浏览器要除错 第三个就是我们第二节要讲的 在Office VBA制作表单 和自己做的数据 我们下一个分析 我们下一个分析 等于与点凝 我们下一个分析 对这个分析 可以在凝� 看到这里